新马两国重申将继续努力落实双方疫苗接种证书的相互认证 以更好的实现未来的跨境往来 两国外交部长也在联合声明中透露 双方正就相关的措施实施细节展开磋商 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 今天抵达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并会见了马国外交部长西山穆丁 两位外长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表示 将进一步探讨和敲定相互承认 疫苗接种证书措施的运作细节 包括详细的要求 卫生标准和申请出入两国的程序等 两位外长也就今年恢复第10届 新马领导人非正式峰会进行讨论 希望重启面对面的双边交流 另外两国政府也重申 除了互惠绿色通道和周期性通勤安排以外 双方将继续根据疫情 在保障两国居民的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 进一步探讨逐步重启跨境出行 进一步探讨逐步重启跨境出行 进一步探讨逐步重启跨境出行